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我想分享一件事就是我之前問過你們有什麼興趣的題目 然後有人說想看這個Wats in my bag 所以我今天就特地把昨天外出的袋沒有收拾到 所以就留了今天來拍片講的 不過在說Wats in my bag之前,我有一件事想分享的 那就是我昨天買了這本雜誌 這本是Mini的二月號,我在Circle K買到的 為什麼我會買這本雜誌呢? 就是它裡面買雜誌送11支指甲油 你沒聽錯,它送11支指甲油 然後它11支指甲油都是很實用的顏色 它有些藕粉色,然後有些紅色,然後有些灰綠色 其實都很適合在這個春天的時候用 這本雜誌連上11支指甲油是$81的 我覺得也很划算買啊 你平時買一本雜誌也要20多元 然後加多60元有11支指甲油 平均都是$5一支,我覺得也很划算買 如果你想看它的顏色的話 就可以去我的Instagram 我會Post他們出來 就可以大家看到我Close up它是什麼顏色 這個雜誌分享完畢之後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內容 Wats in my bag 了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看下去了 首先我這個包包的牌子就是Cate's Bay 我自己不是一個很追名牌的人 所以基本上我是沒有用到一些很貴的名牌包包的 這個包包我是在前年去英國的時候 在Outlet買的 所以它是無的便宜 它是$1200港元左右 我喜歡它的原因是它一搭去 這裡是一個桃紅色 桃紅色是一個我很喜歡的顏色 所以我一看到這個包包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是我的手袋 它的帶子在一邊的黑色一邊的桃紅色 所以他們無恩不是一個平日很沉悶的黑色包包 裡面也是一個很斯文的粉 好發達 什麼時候都用、沒有分季節 我就覺得這個包包非常喜歡 這樣就買了 所以如果平日不是用這麼大一大概大包 基本上我一包都很少也掛 dividends 更甚,我很多包包都只是在淘寶買的 好了,之後就分享一下袋子給我一些東西 是不是超嫩? 吃起來會不會有垃圾呢? 我是一個把東西亂丟進袋子裡的人 所以之前淘寶收納分享的影片 會有說到為什麼我一定要把袋子拿出來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很亂很亂很亂的人 很亂很亂很亂的人 我所有東西都是亂丟進袋子裡 現在我就沒有分了 因為我本身真的沒有分 所以我現在亂抽有什麼抽出來就跟大家分享 首先抽到了一個袋子 這個袋子裡面會放了我夾電話的一個Y鏡子 這個蠻好用的 它是拍了出來,鏡頭不會變彎,不會變形,也不會有黑色框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是令我不會分享給大家 就是我覺得它很容易 它扭的方向 不知道為什麼中間的鏡頭又向左 然後它夾到夾肌又向右 總之它就是 要剛剛很乾乾去到一個定點 它就不會鬆 不然它就會經常鬆 不知道到底是我剛好買了一個質素不好還是怎樣 而且它不便宜 我在淘寶買是要130元 所以它的效果雖然好 但是我覺得它不算好用者朋友 所以我沒有特地把它跟大家分享過 然後繼續抽 這個 這個是不是很像M筋袋 它不是M筋袋 這個是一個環保袋 我出去一定會帶環保袋 除了環保之外 也是一個省錢 因為大家買東西的時候 就不需要特地去給錢買膠袋 可以為這個地球出一分力 所以我一定會帶一個環保袋 這個環保袋 可以摺起來 很方便 你說精美就不太精美 但是我都會用 它是一個小狗糖的環保袋 我覺得也不錯 挺有趣 所以我繼續用它 好 繼續抽些什麼 然後到我的電話 我是用iPhone 6s 最近用的殼 就是這個 積毛質地的一個電話殼 然後有單 單 還有單 對 順便把它丟掉 然後有一條雜邊的橡巾 然後是耳筒 我最喜歡的顏色是桃紅色 然後就是我的Portable Charger 我用這款很薄的紫色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超薄的 這款有6000mAh的容量 大概可以充到我的電話兩至三次左右 因為我的6s已經用了一段時間 它漏電的情況是超嚴重 基本上我乘了一程車出去 我的目的地已經沒有了70%的電 所以我是一定要帶Portable出街的人 如果沒有的話 我會在街上哭 或者我會回家拿Portable 或者我會馬上打給我約束的人 跟他說一定要在那個地方等 因為我的電話隨時沒有電 所以Portable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之後就是我的鎖匙 我的鎖匙扣是這隻布丁狗 這個布丁狗不是普通鎖匙扣 其實它是一個八達通 所以就算我忘記帶錢包出街 起碼我還有它可以用 也不用怕回不去家 然後就到一個錢包 我是沒有用到那些平常大家打去的錢包 我是用一個類似散子包的鋪 去做一個錢包 因為我覺得這樣很方便 所有卡 錢 雙子 什麼都可以放進去 這個剛好也是Case Bay這個牌子 我不是特別喜歡這個牌子的 這個我是用了很多年 有一個朋友 不知道是聖誕還是生日送給我的禮物 你看看後面已經脫皮 這個不是我弄脫的 是貓 哨吉 咬到脫了 但我覺得其實還算新鎖 所以我又沒有特別想換銀包的衝動 銀包裡面除了錢 卡牙之外 我還會放了一支YSL Mini Size Lip Tin Oil 然後有女性衛生用品 然後有紙巾 然後有紙巾 然後這個袋 應該不是很多人知道是什麼 它不是一個嘔吐袋 它是一個幫狗仔側便便的袋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在這個袋裡出現 然後是有一塊鏡子 這塊是我外出用的鏡子 都用了很多年 旁邊都凹了 但我很喜歡它的圖案 而且我喜歡用這些布的質地的鏡子 因為沒那麼容易壓爛鏡子 我覺得它保護性質比較好 所以我又沒有換到 我是一個不是經常換東西的人 然後有手霜 我用的手霜是Nivia 這款是在日本買的 它也是拿了某一年的Cosme排行榜 手霜第一位之類的東西 我覺得它也很好用 因為它 因為它那股氣味 是BB lotion的那股氣味 然後又不會很厲害的香料味 然後它塗完之後 皮膚會變得很柔軟 所以我都很喜歡用這支手霜 然後我有一個藥核 藥核裡面放了一些我吃的製品 因為我之前有很嚴重很嚴重的濕痕 大家經常都會看到我這些印的 這些是濕疹流下來的人 我現在已經康復了很多 那就剩下印了 所以我繼續吃我的製品 然後這個 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我來外面補妝用的粉餅 我自己是很少補妝的人 但是有時候也會脫掉 或者各樣的情況 你需要補一補的話 我就用這個 這個就是日本買的一個開架品牌 我覺得它也蠻好用的 它不算乾 然後它的粉很細 但是因為我不是經常補妝 所以我沒有買到一個很貴的 用來補妝的粉餅 我就用開架品牌的 然後有潤唇膏 這支的潤唇膏 就是萬壽倫敦的Rigmoise 潤唇膏我不是只用一支 我按手是會有三四支在手 然後隨手拿起哪支就放在我的袋裡 然後 我覺得自己有點過份 我的袋是會有四支的唇膏 通常那天我用哪支呢 我就會把那支放在袋裡 另外這兩支都是長期放在袋裡 這支就是OPERA的Lip Tin Oil 是我最喜歡的唇膏 而且OPERA這支是非常滋潤的 所以如果那天就算沒有帶唇膏 用這支是不會覺得乾 不會脫皮 不會顯唇紋 不會有任何狀況的 這支是八搭的唇膏 然後還有一支就是YSL的雅色唇膏 這支是塗出來好氣質的唇膏 也是長期放在袋裡 以備不時之需 這樣 那我就說完袋裡有些什麼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 What's in my bag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我的手上有三四支潤唇膏 讓你們看一下那一刻的手拿了哪支 嘖嘖嘖 嘖嘖嘖 嘖嘖 嘖嘖 不可以拿的 而且它是非常滋 而且呢它是非常滋 非常滋滋 非常滋滋 而且呢它是非常滋 而且呢它是非常滋滋 而且呢它是非常滋滋 非常滋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